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MakerTalk 我是马克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微软内部的冰火两重天 国际巨头微软 最近内部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火指的是新版的必应搜索眼情 是因为它要把China GPT的技术整合进去 新版必应需要申请才能提案 据说一发布就收到了100多万份申请 冰指的就是微软的元宇宙部门了 2月9日微软内部通知 对几个硬件部门开启了大裁员 其中就包括做混合现实 MR头显 Hololand的部门 还有媒体报道 微软的工业元宇宙团队 VR社交平台团队 和头显团队已经全部解散了 原来规划中的第三代头显产品 可能再也推不出来了 你看微软一边在AI上撸起袖子 是吧 一边在VR这里动起了刀子 意思摆明了 就是觉得虚拟现实的前景 不如AI技术现实 事实上VR相关的话题这几年是热门 但是距离想象中的好像还有那么一段距离 其实我也认为啊 这个元宇宙啊 它还没到它真正的爆发点 原因就是现在的经济 还有和其他的生活所需设备的连接 没达到那么的密切 也就是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些内容 聊一些天 如何把我先投放到你的家里 就像咱们两个是好朋友 老朋友一样 在一起能够聊聊天 甚至呢 喝点东西 这种基础可能要先达到 为什么要先达到 是因为人们要先有一个应用基础 你看啊 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基础 然后我就可以进入到另外的一个生活空间 就是我们可以互相的建一个房子 是吧 然后投资一个大厦 投资一个房地产 虚拟的嘛 然后互相去经营它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一边经营 一边学习 一边交流 一边成长 有获得 有失去 这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平衡 那么这种穿越技术啊 你还没出来 直接就直接就 是吧 整成了一个城市 它穿越不过去 中间缺少那么一点穿越的 中间呢 缺少那么一点穿越的现实 所以后边呢 我们要想更好的让元宇宙走得更远一点 那就要注意这个穿越技术 就是我们现实的人 如何能穿越进去 就是穿越到元宇宙里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如何在现实生活里穿越 这两个都要满足元宇宙的崛起才会 迎来下一波吧 好 继续啊 回归主题 VR研究呢 它能干什么呢 是咱们普通人来看啊 不外乎现在就是游戏 直播啊 虚拟演唱会 但是最近呢 我在一个科技媒体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上 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研究 德国一个实验室呢 叫做Malad 居然研究了VR来预防犯罪 这家实验室 隶属于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犯罪 这家实验室 隶属于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犯罪安全和法律研究所 预防犯罪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就是要弄清楚犯罪在犯罪时心里在想什么 过去这只能是靠采访 他获得的这个信息比较有限 而且万一犯罪他撒谎了呢 没办法是不是 因为有那么一句话嘛 别看他怎么说 要看他怎么做 也就是观察行为怎么观察 这时呢 VR技术就派上了用场 可以用VR来模拟当时的犯罪环境 看看罪犯在这个环境里的反应 然后研究人员就可以根据这个反应 测算出当事人在犯罪之前 大致的心理活动 你可能会说 虚拟现实就算再真实 毕竟是虚拟的 这样测算出来的结果 他能准确吗 你还别说 还真准 比如呢 有一个实验叫做 虚拟人入室盗窃 研究人员呀 就招募了一些入室盗窃的罪犯 让他们呢 通过VR设备去虚拟社区里盗窃 注意哦 这个虚拟社区 是研究人员 根据一个真实的社区构造 一比一给他还原的 而且这个社区以前也被盗过 结果发现 这些罪犯在虚拟社区里的行为路径 包括挑哪家下手啊 怎么入室啊等等 居然跟这个社区真实被盗食的情况非常接近 换句话说 在这个实验里VR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犯罪现场 有了这个基础 研究人员就开始在虚拟的环境里增加了一些设备 比如警铃 摄像头 报警装置等 然后观察罪犯对这些设备的反应 说白了就是看他们到底怕什么 这么一来就能推算出 哪些设备更能震慑罪犯 但是光有震慑还不够啊 假如内心不知悔改 还是会犯罪 怎么办呢 很多罪犯都是重复犯罪吗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研究人员为此专门做了一个产品 叫做Futario 也就是未来的你 罪犯为什么会重复犯罪呢 说白了 多少就是有点自暴自弃 觉得自己已经就这样了 以后什么样他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真的无所谓了 未必 只是他们不知道自暴自弃的后果 到底有多严重 只要他们能提前意识到这个后果 自暴自弃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其实这个道理也不复杂 关键是他们怎么意识到后果 通过说教没有用 更有效的方式是让他们亲眼看到 这个新产品的理念就是 跟未来的自己互动过之后 你就不太可能做出自暴自弃的行为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虚拟现实为 罪犯模拟出两个未来的自己 一个是痛改前非的 一个是自暴自弃的 让他们看看这两者差距到底有多大 当然了具体过程还要比这个复杂的多 咱们只是说一个大致的原理 你看与未来的自己对话这种方式 其实不新鲜 以前也有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 做预测 是吧 然后给未来做预测题 或者在电视上看一段未来自己的动画 但是与这些方式相处 会更深 顺着改变行为这个思路去发散吧 未来的VR应用也许有更多可能 后续呢 我们也会继续为你关注这个领域的相关进展 我们也会继续为你关注这个项目